北农业大学等高校共同建设的食品安全与营养协同创新中心在南京举行签约挂牌仪式 这是我省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积极推动协同创新的一个重大举措 省长李学勇教育部副部长杜湛元出席仪式并为中心揭牌 新组建的食品安全营养协同创新中心依托三所高校的优势学科 选取行业规模大集成度高社会广泛关注的油肉乳酒四个行业作为研究方向 设立了四大产业平台 平台以牵头高校相关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为主体实行特区制管理 在充分集中三所高校可支配创新资源的同时采取灵活方式与国内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协作创新 围绕食品行业重大需求进行协同公关 建成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 在食品安全的关键领域取得知识技术和产业的突破 据了解 我省目前正抓紧制定江苏高校协同创新计划 基于江苏急需全国领先国际一流的要求 着力培育50个江苏高校协同创新中心 引导和支持高校突破学科学校行业及地区等壁垒 与国内外各类创新主体和创新力量紧密合作 真正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 推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区域创新的战略融合 副省长曹卫星出席仪式并讲话 曹卫星表示 江苏将在政策保障人员配置 资金扶持和组织框架等方面 对协同创新的建设给予大力支持 希望江南大学等三所高校先行先事大胆探索 努力把食品安全与营养协同创新中心 打造为世界一流的食品安全营养学术高地 研发基地和产业引领基地 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李继平 请工业联合会副会长曹晓年等出席签约接牌仪式 刚刚出炉的江苏省经济转型升级白皮书显示 我省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产出高速增长的同时 上半年投资占到全省工业投资的37.2% 这意味着我省工业